究竟中美之间会否在台海发动战争呢? 今天我想去博弈论与大家分析一下 Lori快乐宣讲的节目是给大家用最精简的方式 用短时间了解社会最近发生的什么事 和我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欢什么题目可以留言 Lori读好书就是帮大家省下几天看书的时间 用十几分钟的整理给大家了解书中的重要宗旨 但如果你非常好学 想了解更多的话 我的VIP阅读专区可以给大家了解更深入书的应用层面 和深入的整理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请大家加入VIP会员专区 但如果你们不想看《快闲光》 又不想看《好书大纯粹》支持我的文化工作 其实也有方法的 就是加入VIP去支持我 如果你不想看影片 也不想支持 也不想科金 也有办法支持我 赞好 分享新 channel 和我的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准备访台 似乎有挑衅意味 中国外交部说要严阵以待 强烈谴责 到底飞机飞来的时候 会否是中国派出解放军机和他去护航 逼他降落 捉住佩洛西 稍后就会分调了 其实佩洛西的行为都很符合 我之前看的书里的作者所说的内容 他都说美国似乎最想做的事 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挑动和中国解放军之间的 一些冲突或小规模的战争 这样是对他们美国最有利益的 似乎我看到将会在这个问题上都会动作多多了 对中国和美国是否真的会就台海问题开战 今天用这个博弈论和大家分析一下 博弈论里面有两个重要概念 一个叫囚图困境 另一个叫胆小姐赛局 囚图困境是什么呢? 话说有两个贼犯事被抓了 回到警察局的时候就被人分开审讯 这个贼仔和贼仔B就要决定认罪和不认罪 他得到的指示是这样的 如果他们一起去认罪的话就一起判8车 即是坐8年监 如果一个认罪 比如说A认罪和B不认罪的情况下 A就会无罪释放 B就会判15车 因为坦白重宽抗拒重严 反过去的情况也一样 如果B认罪你 A不认罪就是他无罪释放 你判15车 如果大家都不肯认罪 因为证据不足 两个都只会判1年监 不断坐牢就算了 如果你是囚犯A或B的话 你会做些什么呢? 当然对于两者最好的状况大家都不认罪 因为大家不认罪 一人判1车 就大家承受损失是最少的 但这样做的情况 我有点担心 因为万一我不认罪的时候 对方认罪我就死了 他就无罪释放我判15车 我又怕同伴会阴我 反过去对方也一样这样想 所以在囚徒困境里面有个均衡点 均衡点就是大家最后都会认罪 一起判8车 中国和美国台湾问题里面 其实都处于囚徒困境里面 即是说最好的情况下 当然就是我去尽你退 即是我去见白老张的情况下 你就缩了 那我就赢了 因为我就可以获得国际的影响力 我赢了这场竞争 反过来对方也希望是他进的时候我退 但大家都会假扮是一定不会退 如果大家都是囚徒困境的思维 最后会发生什么事 最后会打起来的 因为双方都不想承受 好像刚才囚犯的案例里面 那个我就不认 你认的情况 即是对方着诉了我不着诉 这是最最坏的情况下 所以宁愿大家就站住 打一场都要打下去 就好像囚徒困境的结论 大家一起判8车 听上去好像中国和美国之间 在台海问题上都挺危险的 似乎一定会打 但不要忘记博弈论里面有两个理论 囚徒困境只是其中一种思考 另一种思考是胆小鬼赛局 如果任何一方采用胆小鬼赛局 其实这场仗是打不起的 在胆小鬼思维里面 最坏的最大损失不是你进我退 即是我林郑退缩 这不是最大的损失 最大的损失是双方真的打起来 承受战争的伤害 这才是最大的损失 如果他用这种思维的话 他就用胆小鬼的思维了 但今天在表面看上来 中美双方都不是用胆小鬼思维 因为对于两个人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台湾 为什么呢? 对于中国来说 如果台湾是没办法统一的话 被分裂出去的时候 就代表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这个那么神圣的宗旨是被破坏了 对中国来说是不能承受的损失 领导人也很难继续施政 这是中国的底线 在美国的角度来说 台湾也不能丢失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军事的霸权和军事的保护傘 对于国际秩序很重要 如果美国声称要保护台湾 但因为解放军进攻台湾时 他又不敢打 也代表着美国在太平洋的权力丢失 走在表面看上来 双方似乎没有退让的可能 但也有其他方是用胆小鬼的思维 重点在于哪一个是不能承受更大的损失 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呢? 在打仗上来 例如一个局部战争 一方是战胜 一方是战败仇 战败仇是否不惜一切会继续打下去呢? 这个很重要 如果不惜一切继续打下去 它是囚徒困境的思维 如果有一方说 我承受一些损失的话 我应该要走路 不可以打下去 这方便是胆小鬼的思维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就是美国更加可能是采用胆小鬼思维 因为就算放弃台海的霸权也好 都未至于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美国的影响力 但对于中国来说 它可退的空间是好笑的 因为对于领导人来说 如果放弃领土的完整性 代表政权崩溃 所以我觉得北京方面 是绝对不会推药的 所以我觉得北京采用囚徒困局的思维 而美国采用胆小鬼的思维 机会比较大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觉得 最后我自己都是胆小鬼思维的人 希望两方大家一起缩 一起不要处理这个问题 大家不要打天下太平了 你们又怎么看呢? 河南村银行有些民众够不到钱 但似乎就不只是拿不到钱这么简单 背后的影响可能你想象不到